清代作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其皇位传承方式颇具特色 相较于中原王朝的重视立敌立长 清代更倾向于立贤之道 然而这种制度虽然有利于确保优秀的继承人 却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兄弟之间为了皇位争斗不择手段 十分激烈 在这种传承方式下 清代历史上曾有几位王子几乎接近皇位 首先是努尔哈赤的赤子戴善 他具备出色的资历和战功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错失了夺取皇位的机会 接着是豪格 皇太极的长子也是一位嫡出王子 然而他在皇位争夺战中却因举其不定 而失去了皇位 这种情况还出现在康熙时代 康熙对太子印仁寄予厚望 但印仁却多次错失夺位良机 乾隆时代 永恋是乾隆皇帝的赤子 被立定为继承人 但不幸早逝 错失了成为皇帝的机会 而义和普君也是清代历史上接近皇位的王子 但都未能最终登基 最后 多尔滚作为摄政王长期掌握权力 也曾被封为以皇帝 但最终错过了成为正统皇帝的机会 这些王子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错失了成为皇帝的机会 清代的立贤制度虽然能选拔优秀的继承人 但也因其不确定性导致了王子之间的激烈争夺 这种特殊的传承方式在清代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令人唏嘘的故事 也成为了清朝王位继承制度的独特风貌 清代历史上皇位传承方式的独特性 与不确定性给王子们的机遇与挑战带来了极大影响 上文提到的七位差点登基的王子 在这特殊的制度下 或因性格 或因时机 或因政治斗争 未能成为皇帝 这引发了我对清代政权继承制度的深思 首先 立贤制度的优势与不足显而易见 立贤制度确保了皇位的继承者在德裁兼备的前提下登基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皇位的智慧性 有效性和领导力 然而立贤制度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王子之间的争斗与纷争 为了争取皇位 王子们可能采取极端手段 甚至内斗不择手段 这对王朝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了威胁 戴善是第一个被提及的差点当皇帝的王子 他被认定具有足够的资历和战功 但由于私人关系 权谋等因素 失去了夺取皇位的机会 这个例子表明 即使具有很强的能力和合格的资历 王子们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政治权谋和家族关系的影响 这也让人想起权谋政治在历史中的普遍存在 不仅仅是中国古代 而是世界各地的皇室和王室都面临的普遍问题 清代的政权传承方式让我想到现代的领导人选举和寄人问题 在当今世界 领导人的选举也是一个复杂且竞争激烈的过程 各种政治权谋 争渡和不确定性都存在 然而 现代社会更强调制度化 法制和公正 希望通过选举 民主程序和透明度来保障寄人人的能力和合法性 与清代利贤制度相比 现代的选举制度可能更具有稳定性和公正性 但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和挑战 如政治宣传 舆论操纵等 总的来说清代政权继承制度的独特性 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 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 应考虑制度的公正性 透明度和稳定性 避免过分依赖个人情感 权谋和家族关系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教训 也是我们未来制度建设和政治决策的智慧之源 我们应以史为鉴 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 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 两・四・四・四 五